大家好,老陈今天讲一个女人跳楼逼老公戴绿帽的故事 1989年,一场强风暴来袭会持续72个小时 南海妮克在弹吉他,妈妈去上班了 妮克看到对面韦斯家有求救生 进门发现韦斯太太死了 韦斯先生拿刀下楼 妮克拼命地跑,出门被汽车撞死了 韦斯瘫坐在地上,刀子掉在了地上 时间来到25年后,同样一场风暴来袭 女主罗伊和老公代为搬到曾经妮克的家 女主只是医生助手,而菲尔医生是最好的脑手术专家 两夫妻发现房间里有一台很老的摄像机,电视机,还有录像带 竟然还能播放,一个男孩在弹吉他 David去拿下了录像带,突然一个闪电 诡异的电视机播放,1989年柏林墙倒塌 吃饭的时候,David告诉邻居艾托 找到了一盘旧的录像带,一个男孩在弹吉他 艾托说那是他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妮克 妮克发现韦斯杀人,跑出来出了车祸 第二天学校中遭受了雷击,学校大停电停课 晚上女主哄女儿丽亚,七岁时候和你一样趴风暴 听音乐盒就好了,慢慢就会睡着的 David好奇的上网查询发现 韦斯先生坦白杀人后会埋在屠宰场 老李三个月后他自杀了 女主发现David又抽烟了 David说因为业务抽了一根把火柴盒扔了出去 晚上电闪雷鸣,女主发现电视机开始播放了 去关闭电视信号,电视里出现了妮克 两个人彼此看到了对方,听到了对方说话 吓得女主关了电视机 随后女主又打开电视机 妮克看到了瓦尔站的标志牌 那是女主和艾托在瓦尔山相遇的纪念 突然妮克家外面传来了呼救声 女主大叫妮克别去求你了 女主来自25年后的未来 给妮克看了他死亡的新闻 所以千万别去,妮克认为是恶作剧 女主告诉妮克明天去上学 会发现闪电击中学校的钟 学校停电停课 女主大叫让妮克别去 妮克跑开了,白光散过 女主晕了过去 因为女主的举动 人生的轨迹开始改变 第二天妮克去上学 果然闪电击中了钟 学校大停课 妮克去韦斯家 从后门敲碎了玻璃进门 走上楼看到浴室里韦斯太太的尸体 妮克看到了护照 护照上是克拉拉的照片 而名字是韦斯太太 韦斯先生回来 妮克躲在了床下 捡到了一只手表 妮克亲眼看着韦斯先生 肢解了韦斯太太 时间回到25年后 女主在医院里醒来 有人催她给病人做手术 自前的女儿丽娅不见了 没有任何人记得她 找老公戴威 戴威不认识女主 哪来的疯婆子 女主去报案警长了解后说 你说的只存在于 你脑海记忆中根本不存在 和戴威交集室 女主给她做过脑手术 取出了一个脑膜瘤 女主现在成了医院里 最好的脑科医生 12天前 女主在高难度手术中失败 受了刺激 一直在休假 女主明白救了妮可 一切变了 但是一定要找回女儿 女主回家发现房门被撬开 查了互联网 没有妮可的谋杀案 却查到了一本小说 有妮可的名字 故事和女主的记忆一样 戴威的妻子变成了前女友 巫苏拉 一番吵闹 戴威报警了 突然一到散电 整个街区停电了 警察来了 女主只能逃离 女主逃到了埃托车上 说出了很多埃托的秘密 当女主告诉埃托 韦斯先生杀了韦斯太太 是妮可看到了 艾特不相信妈妈的老公 韦斯是杀人凶手 这个女人是疯子神经病 警长在机场找到了女主 给她送来了衣服 两个人去找作家 作家告诉他们故事是编的 要联系25年前的妮可 需要相同的地点 相同的电穴 还有摄像机和电视机 风暴已经过去了53小时 持续时间是72小时 还有19小时 女主想起了屠宰场 派警察挖掘后 发现了人骨 法医验证出来 果然是威斯女士 警察带走了再过生日的 克拉拉和韦斯先生 还有克拉拉的哥哥 警长让女主去一个宾馆 去了那里你会明白 女主去了宾馆 发现戴威和莫妮卡通奸 还看到了香烟盒 手术后戴威就和莫妮卡一起来 女主拿戴威出轨威胁 让戴威帮女主找到妮可的信息 戴威根据妮可妈妈的信息 查找到了一个地点 警方开始审问威斯 威斯回忆 那天和克拉拉一起疯狂偷情 韦斯太太一个回马枪 拿刀走了进去 捅死了韦斯太太 韦斯太太摔下了楼 克拉拉手表掉在了韦斯家 韦斯先生没有找到 肢解韦斯太太后 放入汽车埋在了屠宰场 克拉拉装成韦斯太太出国 克拉拉哥哥出口签证 造假过了关 造成韦斯太太回德国 找前男友的假象 当时警察不相信妮可的证识 什么一个未来的女人的信息 而韦斯报告有人闯入 偷了她的金表 妮可只能归还了韦斯金表 后来妈妈带着妮可离开了这个地方 妮可从来没有忘记女主 想起了瓦尔战的标志牌 经常去那等待 直到长大后的一天 看到了地铁上的女主 两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了一起 女主根据地点来到妮可家里 房间里有女主和妮可的相识 相爱和回忆 甚至音乐盒 风暴再继续电伞雷鸣 警长妮可回来告诉女主 你失忆了两天 所以引导女主看到David出轨 通过他找回失去的记忆 风暴要降临了 女主明白了 闯入David家的就是探长妮可 担心改变过去 失去女主 所以拿走了电视机和摄像机 女主让妮可联系1989年的她 不要痴迷女主 必须忘记女主 忘记韦斯先生 女主需要遇到艾托尔 然后遇到David 需要女儿 不希望妮可来干预 妮可过来亲吻了女主 女主马上拥有了和妮可的记忆 接吻 一切的开心 一切的啪啪啪 甚至结婚 这个感情很强烈 但是女主坚持要妮可回去 飞升而下 跳楼了 你是妮可 这次轮到妮可救她 老电视机和摄像机来到原来的家 妮可连接了1989年的自己 要求小时候的妮可记住 忘记一切 不要找未来的女人 等她来找妮可 随后时空改变 女主醒来 David就在身边 去找亲爱的女儿 丽娅也在 拉开窗帘 对面是艾托家 女主开心的哭了 这不是梦 老电视机和摄像机没了 David说 从来没有过啊 你很奇怪 随后女主挖出了酒店的火柴 和你出轨了对吧 看到了韦斯先生和克拉拉在一起 女主亲自去挖掘了屠宰场 挖出了韦斯太太的尸骨 警长来了 正是Nick 女主含情默默地看着成为警长的Nick 你会想起这一切 只是还没记起来而已 我操 Nick警长就这样绿了喜当爹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订阅点赞 谢谢